江门台山这间粤菜师傅 彩虹计划创业店在事业当中 中午十一点多 陆续迎来了多批的食客 由范境创研发的 智能电热煲仔炉用时十二分钟 就可以做出一煲美味的煲仔饭 我第一次真真正正感受 这个麒麗这个桥煲 这个电子式的煲仔饭 以前一直吃柴火 但我猜不到 可以带到另外一种很棒的风味 范境创从事电器行业 已经有十年 两年前带着朋友品尝煲仔饭 要等二十多分钟的经历 令他有了创新煲仔炉的想法 不过在厨艺方面完全不懂的他 一开始就遇到了火候、烹调技艺 等很多难题 特役于粤菜师傅工程 当地的粤菜名师专家 经常和范境创交流培训 并为他的研发提供了煲仔饭烹饪数据 去年十一月 范境创成功研发出智能电热煲仔炉 并注册了商标 申请了国家专利 结合了有一个微镜板 发热器、温控 这个炉我可以十秒钟 十秒钟 温度达到三百度 冷锅放在和这个炉面接触的时候 我们瞬间也是十秒钟 瞬间达到一百多度 这个是大大说到的 说减了它那个食物 在烹饪升温的时候 它那个蛋白质不会变化 都锁住了它的水分在里面 那就特别是我们台山的海鲜 烹饪的海鲜 那么它的鲜味都保住了 传统的叶菜师傅思路 更自重食材的选择 烹饪的手法、味道等 电热炉的成功研发 告诉我们 因为良好的工具应用 可以保证出品 又提高工作效率 更加适应现在人的需要 智能电业煲仔炉 令范景创创业更有干净 它经营的 粤塞师傅彩虹计创业店 在上个月正式开业 根据江门在全省首创的 粤塞师傅彩虹计创业专项 以及先后制定出台的 粤塞师傅工程实施方案等 范景创还获得一笔创业资助 对创办月菜师傅彩虹计划 创业店给予最高创业补贴 10万元资助 指导和支持月菜师傅创业 带动更大规模就业 带动产业经济发展 我们还是对我们的产品 还是有信心的 到现在做了大概是 100万左右的一个产品 目标的话是定领的 我希望通过我们 这个月菜师傅的结合 通过政府的帮助 我们希望把这个产业 这个炉 在我们台山的一个农坛品 推广到大湾区 借助月菜师傅工程 截至目前江门已经扶持 70家彩虹计划创业店 带动8条产业链 和十几家电商平台发展 年增创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 此外还建设了十几个 月菜师傅特色食材供应基地 建设预制菜产业园 发布13条月菜师傅加旅游美食线路 评选首批18家江门市 月菜师傅美食旅游名店 举办三期月菜师傅 研学体验活动 吸引超过100名 华人华侨、港澳同胞 及青少年参加 下一步 组织实施月菜师傅大咖 帮你插量招牌活动 推动月菜师傅彩虹计划 餐饮创业项目提制升级 培育月菜师傅工程、食材供应链 深度参与大湾区中央厨房建设 和预制菜产业发展 培育高效能 江门月菜师傅产业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